大家好,我是卫生之后,今天视频呢,想说一些可能会比较得对的那些话题 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必要谈一下的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呢,停更了将近一个月 那么主要原因是,前半个月呢,是在医院给关着啊,封控在医院 然后后半个月呢,自己扬了 然后呢,就给那个,放出来 就休息了半天,又给拉回医院干活了 每天呢,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忙 这也是最近才开始,就是说,稍微高峰下来了 有时间给大家看视频了 我在医院这段时间呢,感觉最魔幻的一件事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些 可能就连痒都没痒 或者就症状,也不是说特别明显 特别严重的一些人,来医院看病 怎么说呢,甚至有些就是说 一些朋友,他自己症状不是说特别明显 但是就是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视频 给他科普,什么白费了 什么就是说,肺部的感染了 等等这些特别严重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就来医院去看病了 而且还有些人呢,他什么情况呢 他就仅仅是一个拉肚子了之类的情况 来医院提醒了 你问他什么原因 就是说,自己在网上看到有些 我的一些同行们,就是科普的知识 说的特别可怕 再不来医院,就要怎么怎么的 就是说特恐怖 然后呢,其实就后来我闲了之后 我也看了一些,就是说这些朋友们 给我说的这些视频 之后呢,我发现了 其实,真的有点过了他们 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 人血馒头这些东西真的不好吃 为了流量,你们知道吗 什么情况,就是说 很多连羊都没羊的一些患者 而且很多一些特别年轻的患者 他自己本身就没多大一个症状 愣是被你们的一些所谓的科普 给逼到了医院 现在医院具体是什么情况 CT有多紧张 你们自己心里真的不清楚吗 愣是把这些 本身不需要来医院的一些人 给逼过来 他们没羊给他们来医院 抢占医疗支援不说 还给他们搞羊了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其实就后来我说的 看的这些 就他们所看的这些科普视频 我的这些同行们 我这么说吧 你们一些所谓的一些难科的大夫 皮肤科的大夫 肛脏科的大夫 都在去科普一些 关于这个新冠的一些知识 现在是 医院就是说 让很多的这些内科的大夫 都去治疗 这个呼吸科的一些疾病了 确实人是很紧张 但是我说实在的 就我们首先来说 就我们消化科 或者新内科相对来说 平时呢 新内科会接触一些 心肺性哮喘的一些病人 消化科就说一些反流性的 这些患者 确实有时候也会合并 一些肺炎 我们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呼吸科的这个疾病 相对还是比较熟悉一点的 这些人我们都不好意思去说 自己特别特别懂呼吸科的一些疾病 而你们就说一时代 咱是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 咱们是学过很多的呼吸科的一些知识 也学过传染病的一些知识 但是你到临床之后 你有多少年没有去接触过这些知识 我这么说就打一个特别特别 这个通俗一个比方 就是你让一个教了十年语文的一个老师 然后去给你压题 今年高考的这个数学题 你觉得靠谱吗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不靠谱 而且说一句实在的 你们真的有那么那么闲吗 我的这些同行们 你们真的有那么闲吗 现在医院的现在的这个情况 你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们真的有 甚至有些朋友 有些同行我发现了 你们能做得到 就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们能做得到一提四根五根六根 你们这太闲了吧 你们真的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支援一下一线吗 真的可以去支援一下一线吗 有时间录视频 有时间剪辑 有时间做支援 有时间去做特效 你们真的是一线的大夫吗 如果你要不是一线的大夫 你真的有时间去更新这些视频的话 你能保证你的视频的专业性吗 科普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科普 咱们得讲良心 你自己都不一定了解的知识 你去科普它 你觉得吃人血馒头真的有意义吗 我觉得我说这话可能真的很得罪人 但是我真的想说 你们平时吃一些人血馒头就算了 平时就蹭流量就算了 平时经常去做一些什么种癌症的视频 什么的这些视频 去蹭点流量 制造一些恐慌就行了 现在疫情就这么严重了 还去制造恐慌 还去把大部分的不需要去医院的人给送到医院 你觉得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确实今天这个视频 我觉得发出来之后 还不一定能保留下来 也很得罪人 肯定会招骂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下 你们就是说 我看到我这视频的一些人 你们在恐慌的时候 你们去看看引起你们恐慌的那些视频的这些作者 之前的更新是什么样子的 是在没有疫情之前 他们是不是随时随着流量走的 你们就知道 这些视频的靠谱性有多高 那么今天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